要了这么久的饭,泽连斯基也是傻眼了 原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说的还真对 大家好,我是海河 据相关媒体报道 近日,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委员给了泽连斯基一个大惊喜 表示欧盟承诺给乌克兰的一百万枚炮弹 不,全部是免费的 现在乌克兰想要炮弹,也简单,付钱 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乱收费 这位欧盟官员还仔细辨析了一下这一百万枚炮弹的来源 一共有三个渠道 现在免费渠道已经给了乌克兰三十万枚炮弹 到这个月底,乌克兰就能再收到二十五万枚炮弹 但剩下的就要走付费渠道了 要么从欧盟的生产基地买 要么从乌克兰的邻国买 这不就尴尬了吗 要知道之前泽连斯基宣传的时候 可是说欧盟这是无偿捐赠 现在又要收起钱来了 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说句不好听的 这俄欧冲突打到现在 大家也都回个味来了 乌克兰不过是挡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带 换句话说 就是这场仗都是帮欧盟打的 现在欧盟还让乌克兰要钱 是地主家也没余粮了吗 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前段时间的新闻了 先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现在的欧盟领阻件短缺 特别是火药 那是捉襟见脸啊 随后欧盟又放出风声 说火药的确是不够 因为消化棉不够了 这还真是个理由 要知道消化棉不仅是炮弹常用的发射药 还是很多子弹炮弹火箭弹之类 推进器的主要成分 没了消化棉 欧盟的确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但欧盟这个消化棉短缺导致的火药不足 都是自找的 作为全球主要的消化棉产地之一 我国每年能生产全球70%以上的消化棉 欧盟的消化棉主要也来自于我们 但是这些年 欧盟跟着美国制裁了我国不少产业 这中国棉花也在此列 而欧盟现在可不是一个人造 人家造完了 是要去给乌克兰书写的 这指出不尽 欧洲火药不足也是正常的 但现在的关键问题和欧盟炮弹不足 就要乌克兰付账一样 是欧盟自己主动制裁了中国棉花 才导致了火药不足 同样的 之前是欧盟许诺给乌克兰炮弹 结果现在说是乌克兰弄错了 想要就得付账 这是欧盟自己犯的错 凭什么要别人承担 乌克兰辛辛苦苦打了两年多 被俄罗斯捶就算了 现在还背上来自欧盟的巨额账单 此前还有风声传出 乌克兰的优质国有资产 将在战后被美国的一家企业监管 这不管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 都没给乌克兰留活路啊 背上欧盟这边的导弹账单 以及美国那边的援助账单 再算上高额的战争赔款 乌克兰还真的有未来吗 这还真不好说 但泽连斯基的下场应该是可以预料到的 现在欧盟突然亮出獠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甚至可以说是给泽连斯基提了个醒 几乎毛皮怎么能有好下场 那乌克兰也是真的没可能逃离炮灰结局了吗 其实也不尽然 反正最近我国特使已经开始第二轮穿梭外交 想要生路 泽连斯基最好还是听听我国的话 好 本期话题就说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